大雨大雨一直下 高雄商業區民族路上 水泥叢林仍來車往 但上班族走著走著轉個彎 卻走到大馬路上 和汽車機車擦肩而過 仔細看原來人行道 被拉了一條又一條封鎖線 根本無法同行 車子來來往往的很多 它這樣已經一段時間了 因為它剛好是一個轉甲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立刻看到說 那邊是有車過台 或者是因為這邊車流量很大 視線死腳上班族走在大陸 大馬路上就怕不小心被撞到 實際走訪發現人行道路中間 拉上大面積封鎖線 擋路又難看 行人一二三走到汽機車道 旁邊還有汽車跟機車 人車針道超危險 我覺得他們應該早一點修復 而且這個已經 好像已經弄了一兩個月 還沒有修理 這是公共危險 記者實際找到施工大樓 但管委會不受訪 私下解釋美濃地震造成磁端 四五樓大面積剝落 擔心砸傷路人 才拉封鎖線 由向市府申請路權 會儘快在月底前修復 只是位於市區 通廣高速公路主要幹道 如今人車搶到情況嚴重 要是有路人 因為走車道發生意外 責任該由誰承擔 記者梁家文 王書宏 高雄採訪不到 高雄採訪不到 高雄採訪不到